迷惑了家人们 这几个娱乐圈的笨蛋帅哥 到底会不会唱歌 曾经的王鹤弟 在那河畔 做暗的咖啡 我收一杯 品尝你的美 留下春莹的醉 如今你弟弟 烂死我座 爱我听高 高声大小 笑我勾销 恩怨莫连 贪恋在逍遥 无 喂 我明应说不来 喂 哎王鹤弟 你这唱功变化的 怎么这么突然 到底是我出了问题 还是你突然开挂声了急 看来 你不光有西瓜头 这个必杀技 还有点唱歌的潜力啊 百瓜妈 送我一个这样的小傻瓜呦 搞错了 再来 我要的爱 只在你身上存在 要不是你 不会哭得笑得傻得像小孩 在一起 不简单 别轻易 说分开 同样让人迷惑的还有刘浩然 曾经红透半边天的唱日出 唱日落的可是我们浩然弟弟的代表作之一 可如今 听着唱功似乎也有进步呢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 也没有见过 也没有见过有人 在深夜放烟火 万幸就像你的眼睛 杀人又放火 你什么都没有说 一风惊扰我 Oh my god 看来 过去唱日出唱日落的刘浩然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是刘 扭呼噜 浩然 咱就是说 现在压力来到了笨蛋帅哥 龚俊这边 我好喜欢你 爱你 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 天是一只闪 连落房子都还没看 你带我的好 我却措手会掉 对不对 掉没对 你唱高了 他给我唱高了 他心里唱到另外一首 不得不说 龚俊对于唱歌这件事 真可以说是人才隐大 不过我们人间百灵鸟的龚俊 也是有拿得出手的舞台的 欢喜喜热热闹闹又是一年 健健康康平平安 幸福相伴 我祝你恭喜发财 你祝我每天都精彩 大红包 更本来 实话实说 确实龚俊唱歌还挺让人开心的 看来华语乐坛将来 势必要有俊子一席之敌了呀 好了 今天就算各位帅哥们扳回一局 就让我们期待他们的下一次舞台吧